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国安法而试图取消 香港独立关税区待遇的举动 遭WTO打脸 而一度扰攘近两年的争端 最终以美国的败诉告终 港府对此裁决表示欢迎 要求美国立即撤销 对香港制造的歧视性规定 当然美国方面拒绝执行WTO的规定 好 今天晚上凤凰圈圈连线 香港现场有凤凰卫视记者崔可军 带来香港各界对世贸组织 本次裁决的最新反应 另外也邀请到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静深入分析 自从美国要求将香港制造 更名为中国制造以来 对香港的进出口行业 造成多大的影响 如果美国坚持不撤回规定 香港有何应对之策 而北京现场也请到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 一起聊聊 WTO的半决 如何暴露了 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的企图 以及中国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 享有哪些世贸组织 所赋予的震荡权力 好来看张冲的追踪报道 世贸组织21号裁定 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 来源标记规定违规 并全面否定了美方原因 有关安全例外条款的辩驳依据 为这项持续了两年有余的争端 辩明了是非黑白 此前美国要求自2020年11月10日起 所有由香港出口美国的产品 来源地不得标为香港 此举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 无视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 可以说是美国将国内法律 凌驾于国际规则和别国法律 之上的典型案例 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毛宁22号表示 中方对世贸组织专家 做出的公正裁决表示欢迎 中国商务部则表示 希望美方尊重裁决 并采取实际行动 香港特区政府方面 也敦促美方立即撤回违规措施 有关的裁决很清楚显示美方 无视国际贸易的规则 企图单方面实施 带歧视性和不公的规定 无理打压香港产品和企业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据悉香港本地制造并出口 美国的货物占香港总出口约0.1% 美国此前的违规规定 对香港厂商影响不大 而中美商界会因此在经济上 产生巨大的损失或得力 更是妄言 美方此举究竟是商贸举措 还是想借机对一国两制 进行政治诋毁 路人皆知 面对这样一份顺理成章的裁决书 美方的反应却颇为激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称 不会按专家组的要求 纠正相关规定之余 还扬言此番裁决 突显出世贸组织需要进一步改革 一纸声明将何为霸道 彰显得淋漓尽致 一向以世界秩序维护者标榜的 美国却对贸易公平熟视无睹 甚至公然蔑视世贸组织 真可谓是输了官司拆法院 就在不久前 世贸组织裁定中国挪威 瑞士和土耳其 就美国一向钢铝产品 加征关税的上诉胜诉 却又被美方以国家安全为名 提出反对并称不会修改规则 美国一方面高呼遵守世界规则 一方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肆意行使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 双标行为早已引发众目 早在2018年就有部分世贸组织成员国 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了批评 并敦促美方履行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义务 美方禁止香港制造标签有何居心 拒不执行世贸判罚会带来什么后果 维护贸易公平世贸各方应何去何从 罔顾规则搞双标不念信誉耍花招 好 这次WTO的判决 如何暴露了美国蔑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以及未来世贸组织的改革 应该朝怎样的方向去走 好 今天请出国方嘉宾和记者做深入分析 好 首先连线下驻香港记者崔可军 可军我们看到这个一度扰攘近两年的标签争断 就是美国禁止香港制造 要求将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 最终是以美国的败诉告终 这个裁决出来之后 香港各界做何反应 好的 那么在香港呢 香港的政商界都是对于世贸的裁决 是做出了回应 首先是港府和外交部驻港公署 都是发表了声明来欢迎这个裁决 那其中的外交部驻港公署 也是敦促美方是要停止破坏 破坏多边贸易体制 也是要尊重世贸的裁决 那此外呢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他也表示美方在这个标签的事情上呢 为难香港 其实对香港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香港的经济是一个服务型的经济 那很多商品呢 是从内地进由香港来出口到国外 那其中呢 那么香港本地的产品呢 只占其中一个很小的比例 所以对香港的实际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他表示呢 原则上美方是不应该这样做 那么香港工业总会呢 也是从一个厂家的角度来表示 他说呢 厂家如果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呢 就要贴上中国制造标签 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呢 就要换回到香港制造标签 那对于厂家来说 会制造很多的不便 也会增加一个相应的成本 那另外呢 香港的厂商会会长史利德 他也表示 这一次呢 世贸的裁决是一个拨乱反正 那对于香港来说呢 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他表示呢 厂商会早在两年前呢 就已经是反对美方单方面的来取消香港制造的这个做法 那表示呢 这个做法是既不合理 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规则 那以上呢 是我在香港了解到最近情况 先将时间交换给杨淑 好 谢谢可君啊 拨乱反正 来我们也听听香港中华出口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静先生的说法 陈氏我们知道香港中华出口商会旗下有大量从事进出口的企业啊 他们很多也是香港制造 那大家对于听到WTO这个持来的公正的判决 第一反应是什么 那自从特朗普时代禁止香港制造的这个标签出来之后 到底对他们的这个金出口生意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我们今天早上呢 那个商经局呢 秋局长呢 一早就把我们几个商会呢都找去 就是通报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 对这个事情来说 作为我们商会 我们觉得这个判决是意料之中 并不奇怪 而且呢一直我们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也是政府那个在这方面呢 也做了大量的事情 来跟我们沟通 那个跟那个世贸呢去投诉 所以我们觉得呢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 嗯 所以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你觉得香港政府在从中做了哪些工作 然后最终才得到这样一个公正的裁决 我看里面里面 当然的政府里面 商经局他们那个政府啊 或者通过那个外交部的渠道 跟他们那个有些那个投诉啊 跟那个那个对话 我看这方面也做了 应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作为我们商会来说呢 我们也跟他们研究 提供了一些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的冲击 嗯 好 所以要运用好世贸组织这个规则 来震荡维权啊 好 相关话题我们也继续请到的是商务部 商务部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建平主任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特朗普时代这个禁止香港制造 它到底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您对WTO今天的判决有怎样的看法 特朗普时期呢 实际上呢 它是掀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贸易战 而且呢就是进一步呢 就是以香港呢 当时啊 有了新的国安法 那么它就把这个经济问题政治化 从而呢就是要坚持呢 要把香港制造呢 改成中国制造 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不仅仅是一个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而且呢就是它完全是违背了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因为香港本身和内地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那么香港呢是拥有这个独立关税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自然呢就是香港 它是WTO的成员 也就意味着呢 香港制造一定要按照WTO的原产地规则来标注香港制造 那么如果按照它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做的话呢 实际上呢就是香港它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呢就不被美国认可 那实际上呢这也是违背这个WTO规则的 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做法呢 客观上会构成对香港制造的歧视 那么直接违背了WTO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非歧视性的原则 当然WTO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原则呢 就是罪惠国待遇的原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说美国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完全是就是把自己的自己国家异国的这种想法 强加给这个WTO的多边贸易组织 而且呢无视WTO已有的这些规则体系 那么其实呢香港自身 当然我们有权利去捍卫自己在WTO组织当中 我们自身的这个权利主张 那按照这个相关的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 香港呢目前就向WTO来申诉 所以WTO现在呢等于是伸张正义啊明确 要求美国的改正它这个错误 但是现在呢美国呢是拒绝改正 也显示出呢美国其实在WTO啊 已经有很多案例 包括它跟欧洲的这个空客 在进行争端的过程当中配判败诉 它也是拒绝执行的 您对美国大量最近拒绝执行 世贸的裁决有怎样的看法 其实说来很讽刺 因为战后这个国际经济 甚至贸易秩序 美国是贡献良多的 但是现在它却成为头号的规则破坏者 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的确是我们通过这个香港制造这件事情呢 就能看得出美国现在就是双标太严重 而且呢太这个就是明显 那你想想就是从逻辑上根本就说不通 在出口到美国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中国制造 但是呢出口到其他地区呢就仍然是香港制造 这在WTO的框架下呢是完全说不通的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在最近这些年当中 在WTO当中的这个角色啊 确实是变得越来越消极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的话 其实美国曾经有两次 由他们的国会议员曾经提议 要退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但是呢那两次提议呢就是都先后呢 被美国的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给否决掉了 那么到特朗普执政的时期呢 特朗普曾经呢也要求美国的商务部和他的贸易谈判代表 去研究制定方案 美国呢当时呢也有就是特朗普政府是有意图 接着去退出WTO 让他变成美国就是平民退群当中的这样一个做法 当然后来呢就是这样的做法虽然没有这个付诸实施 那也显示出呢美国对WTO啊确实是有很多不满 其实美国在全球贸易过程当中是由于他的产业空心化 还有呢他制造业现在呢缺乏竞争力 在国际贸易当中呢他的优势呢相对受到削弱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对于这种规则的 WTO规则的这个尊重啊 也引起了WTO很多成员的这个不满 举例说啊像WTO的前总干事长拉米 他我跟他啊共同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公开讲一个观点 他说WTO应该准备两套改革的方案 一套是有美国的方案 一套是没有美国的方案 是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世贸组织规则 还有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这种藐视和蔑视啊 其实也是美国资深实力衰弱的一个折射吧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WTO的裁决出来之后啊 中方包括香港政府方面都是非常的欢迎啊 认为是拨乱反正 而且敦促美国立即撤回 对香港制造的歧视性规定 但是陈济秘书长很遗憾 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坚决不执行 而且他们表示不同意WTO的这样一个解释和理论 您对美国的这种蔑视的态度有怎样的评论 另外您也给很多大陆的观众科普一下 其实在WTO现在的这个规定下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其实是两个独立的关税区 是吧 那香港在失望组织现行的规定下 它享有哪些独特的权利 从美国这次 它把制止国内的法律 凝驾于WTO的规矩和其他方面的法律上 它整个来说是完全已经脱离了WTO的规矩 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而且其实它这是严重的对香港特殊政府的一个干预 但是在您看来如果美国兼具执行的话 香港有哪些应对政策呢 我看那个香港来说应该 因为本身它占那个香港的贸易的出口的比例 是非常的小 我们香港那个2010年 2021年 我们整个那个接近14000亿美元的出口 出口额度 美国的只占我们多少呢 占我们是70多亿的 港币的那个出口额度 所以这个来说 后不上对我们太大的影响 我们要的是一个规则 我们原来在WTO享有的那个我们的待遇 和那个整个那个待遇跟那个权利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而从我们来说 其实那个美国呢 本身由于它工业化的空洞 空洞化 它那个什么都现在都 那个产品的需要来说呢 是已经是 从香港也好 从内地也好 它进口额已经 这几年都是大幅度的增加 你包括香港来说 去年的那个进口额 从我们这里进口额 也是比过去 过去那个几年来说 增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它这个 根本来说 它那个 尽管是压制我们 但是呢 它那个是 成不了气候 这对于 它主要的目的 还是对我们 一国两制的打压 这个部分也请张建平主任 来进一步点评一下 很有意思 虽然你看香港制造 这按香港整体出口的比例 非常小 只有0.1% 但是这个裁决 它的这种意义 其实对香港 还是非常重要的 能不能阐释一下 另外就是刚刚陈济明书长也讲到 就是美国其实实行这样的打压 对它自身也有很大的损害 美国是损人不利己的 的确是 对香港来讲呢 我们这样做 其实是充分利用 我们独立关税区 和WTO成员的身份 维护我们的自身利益 那我们就要利用好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所以现在呢 就是其实 这个目前WTO做出来的这样的决定 就是我们利用规则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也是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非常重要的举措 所以不要小看 就是它的份额不大 但是呢 它的意义呢 确实是非常重大的 特别是在当下 我们面对逆全球化 还有呢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 中国呢 是坚定的支持全球化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那么这次呢 我们的胜诉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代表 那反观呢 其实美国过去在WTO呢 多次败诉 但是呢 多次拒绝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 那实际上呢 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信用 还有呢 对于美国呢 在全球化进程当中 你的国家形象 那实际上呢 都有很大的这个损失 特别是在当下呢 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全球的贸易治理 全球的经济治理 其实是特别需要 每个大国 每个主要的经济体 都要呢 是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的这种角色 所以美国目前这样的做法呢 确实是令全世界都非常失望的 好 美国一方面倡导 要以规则为秩序 但自己却是规则的破坏者 凸显了美国的双标 好 下节目 我们继续聊 一会见 中国香港在起诉美国的过程当中 最终获得胜诉美国败诉 这对接下来会有哪些启示性的意义 我们来继续请教的是 香港中华出口商会副会长 陈静先生 我们看到自从国安法实施之后 美国一直借国安法 来试图打压香港的贸易 包括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还有最惠国待遇等等 但是最终我们看到 香港的营商环境都没有受到影响 金出国也没有受到影响 这本身说明了什么 这个来说 我觉得美国的打压 对于香港来说 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只是有些影响 但是我们要的是公道 问题就是说 美国这样的打压来说 对我们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它一个逼出我们 要走向世界 扩大我们的市场 这一点来说 最近特区政府来说 也在这方面开始做一些工作 带领的团队走出去 而且今天我们听到 邱局长也说了 我们还要走去其他国家 特别东盟的国家来说 这几年跟香港的经贸发展也比较好 包括我们商务来说 在19年的时候 我们专门带了团队到马来西亚 我们看到市场还是比较活跃 所以一个是我们扩大市场 另外一个 国内的整个工业产业链的完整 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的出口 这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这个张建平先生 您怎么看 因为美国现在确实在 试图破坏全球的贸易秩序 包括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它都试图全部打乱重整 而且以美国优先 但是最后从结果来看 你看就像陈静秘书长所说的 不仅没有打压到香港 反倒促使香港更多地走出去 您对这样一个结果怎么看 的确是 我觉得美国在最近这些年当中 对于全球的这个贸易体系当中 所有的这些规则应该说是合则用 不用不合则器 对它有利的它就会主张和坚持 那么WTO判它败诉 对它不利 那么它就拒绝执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从长期来看 是对全球贸易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 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其实也对美国的这个 就是在全球的这种领导角色 也包括它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的角色 有非常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包括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影响力 我想就是这件事也反映出 美国因为它现在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利益 那么美国现在主要是通过出口管制 它的产业安全 以及它的这种外资审查机制等等 这些美国国内法来进行 那么它现在也是利用了这个WTO 在这个国家安全例外 这方面就是规则相对比较原则 比较笼统 因为制定的是比较早的 那么美国现在就其实是有倾向 把它的这个规则和主张就强加上来 所以这也启示我们在下一步 在WTO未来的这个改革进程当中 我们对于国家安全例外这样的一个条款 也需要与时俱进 让它更加具体 避免给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来提供这种借口和机会 您提到这个世贸组织改革问题 确实在后全球化时代世贸组织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因为之前的很多这个practice实践当中 确实暴露了很多弱点 但您觉得要改革各个成员国之间距离达成共识 我们还有多远 这个改革的挑战或者说机遇又在哪里 WTO呢目前已经拥有了160多个成员 而且呢它对于当前全球贸易的开展 对于支持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链的协作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些成员呢也依照WTO的规则 有力的促进了这个经济全球化和去经济合作 去经济一体化 最近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呢 WTO在余业补贴协定 还有呢在全球的投资协业这方面 谈判呢都取得了进展 又有新的协议产生 下一步呢就是WTO的改革呢 也要基于所有的成员协商一致的原则 中国呢已经建设性的提出了一篮子 WTO的改革方案 涉及到很多具体的层面 那我们需要呢和WTO其他所有的成员 共同努力 在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 通过谈判和磋商去形成呢 WTO未来呢更加适应当前 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的规则体系 好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陈继秘书长 在WTO的改革过程中 中国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公安税区的 这样一个地位啊 我们可以如何发声 这个来说因为好像这次那个 我们这个诉讼开庭的时候 我们也有60多个国家为这个事情发了言 那个批评那个美国这个行为 我这个也是 也是WTO里面一种正义的力量 我看美国这个批评的行为来说呢 它也不会能够维持它太久了 好的 邪不压正 确实是WTO的这次判语 确实是拨乱反正 发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声音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 做的声务分析 谢谢收看全球连线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